2月9号12点到24点,辽宁省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。 昨天,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7例,均在广西百色市。 再来关注江苏省苏州市。苏州市发现1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。 今天上午,苏州一企业在例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中发现1人初筛结果呈阳性。 经苏州市疾控中心复合,结果为阳性。 随即转运至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隔离医学观察。 经市级专家会诊,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。